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是天津兄弟的常驻主持人 但是一期节目下来他根本就说不上几句话 可以说是小透明一般的存在 不过有句话说的很好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而王一博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沉淀 终于在22岁迎来了自己的事业巅峰时刻 凭借陈协令中蓝战一角而大火 一时间众多代言商影视作品 纷纷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他也因此成为了深受观众们喜欢的一位人家偶像 短短的两年时间 王一博以势不可挡的姿态 在娱乐圈里把火爆了起来 综艺代言各种资源 喜欢跳舞就参加了这就是街舞担任导师 并且带领队员成功夺得冠军 喜欢玩滑板就成为了中国滑板的代言人 喜欢赛车在赛场上驰骋 并且得到了新人组冠军 他把喜欢做到了极致 当然了他也可以有如今的这种成就 并不是说幸运而已 归根到底还是源于他的实力 他的努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一个又一个的奖项 正是大家对他的认可 近日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也开始了大连排 众多明星惊喜现身 当然王一博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其中 前段时间王一博还参加了央视举办的某个晚会 为人民警察献唱 此次参加春晚无疑是实力受到了认可 从曝光出来的央视春晚彩排明星阵容当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明星艺人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明星之一莫过于王一博了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而且即将到了牛年还是他的本命年 不得不说真的是牛气冲天呀 可以跟全国人民一同过新年 根据媒体发布的露头拉照呢 我们来看到了王一博身穿一件高领的红色毛衣 虽然戴着口罩但是也难演帅气 据说此次他的表演节目是歌曲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大家一定会在春晚的现场看到他的 因为像这种歌舞类的节目被毙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总之呢还是记得他的精彩表现吧 娱乐圈有很多明星 有的人呢是有人气却没有作品 而有的人呢是有作品却没有人气 人气顶流这个词呢 其实是很难达到一个地位的 这个头衔需要的是颜值和实力并存的明星艺人 王一博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可以有今天的成绩都是他自己努力出来的结果 人气顶流这个词他当之无愧 新剧一经上线连续多周蝉联首榜 新歌一经发布销量是让人震惊 喜欢演戏为了示范在机场洗头发 在还没有大红大紫的日子里 一个人在澳门街头自动售卖饮料的机器面前驻逐 虽然才23岁却已经在娱乐圈里把闯荡了多年了 很难让人可以想象不到 他已经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从43岁离家到如今23岁成为人气顶流 他当之无愧 希望王一博可以努力的做自己 钟爱自己所热爱的东西 继续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发光发热 这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今后的演艺之路会有更多的摩托姐姐陪伴你 希望你可以继续做那个最酷的酷盖 吃瓜不停娱乐不暖 感谢大家关注兵粉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